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这个销售策略是你的预期之中的话呢 你往往不会购买 因为你觉得它没有什么令你惊讶 surprise的地方 但是如果这个销售行为是你第一次遇到的 你会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非常好奇 那甚至你非常冲动 然后你就下单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蛮成功的销售模式 可是现在有很多销售策略和销售模式都会被模仿 甚至说你自己用了好几次 然后没有再开发新的模式 那曾经跟你购买过商品的人呢 他就已经没有什么surprise的感觉 没有什么惊喜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个 让人家每次都有惊喜呢 那其实有点困难 真的有点困难 就是你要不断的发想新的创意 你要有很多不同的文案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那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高一升高二的那个暑假 然后我去参加那个战斗营 那个战斗营就洗澡三分钟的那种战斗营 那一去的第一天啊就有很凶很凶的教官 然后班长跟当兵一模一样 所以去的时候呢 一到达现场的时候每个长官都非常的酷 非常的凶不苟言笑 然后一到达的第一天呢 然后一到达的第一天呢 他们就有一个班长就直接出来说 全部在好 然后笑都不笑 然后趴下 从那边爬过来 全部的人就这样 趴在地上 然后很害怕 然后就爬过去 可是当时我不会害怕是因为 我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战斗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就跟当兵很像 可是当时很多其他的人 其他同学他们不晓得 没有听过 那因为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那来自其他各个学校的 我都不认识 所以有很多人他们没听过 我也不晓得他们没听过战斗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的人就被吓哭了 那每一天晚上呢 或每一天中午的时候 每天早餐的时候 每次吃饭的时候 班长都会下令说 用餐的时候 不准发出声音 然后椅子要坐三分之一 挺胸坐好 然后到 每天都是这样子 一直到第二天也是一样 第三天也是一样 第四天也是一样 反正就是吃饭的时候 全部都不能发出声音 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你知道班长怎么讲吗 他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班长也是很凶 一直到当天的晚上 吃饭用餐的时候 他突然说 不准不发出声音 那时候呢 全部人就哄堂大笑 结果班长也笑开了 哇 原来他们是经过整个很缜密的策略规划的 就是在前面的几天 绝对不能够露出任何的笑容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憋很久了 就是跟当兵的那时候很像 每个班长都超酷的 然后不准笑 然后都是用骂的就对了 那就是当兵的生活嘛 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最后一个晚上 全部的班长都会跟你笑 然后就觉得 之前的那些 那好几天的日子 那种很苦闷的心情 突然间松懈开来 解放开来 就好快乐哦 然后大家 在最后一天要别离的时候呢 就一大堆人哭成一团啊 那就是一种感动啊 而且一种surprise的感觉啊 那如果说我们在行销上面 有办法做到像 像这样子让人家 前面前面都是如你的预料 可是最后就是很出其不意的 给你一个surprise的惊喜 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你就会觉得跟他买东西 是一种很enjoy的 很有趣的一种过程 那我相信呢 这种这种策略 是必须要不断的去变化 那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一个东西用久了 那都没有去变动的时候 那对大家来说 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也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也就 嗯 就收手嘛 就还好 没有什么创新 没有什么特色 所以还是要不断的去充实自己 然后不断的去涉略 其他的科外读物啊 这么老了也没有什么科内读物啦 看了都是其他的那个 反正就是书店多看一点书啊 然后看一些电影啊 或看一些别人的广告啊 怎么去发想啊 还有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去的那个 譬如说汽车广告啊 或者是一些策略规划啊 一些商业模式啊 怎么去运作啊 然后去看一些大师 他们怎么去买东西 然后人家卖的商品到底 怎么样去形容他的特色 把这些学起来 那你就会有很多的灵感 很多的想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